江苏化工厂日前发生大爆炸 正在欧洲访问的习近平要求江苏当局做好善后工作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似乎非常担心事件引发社会问题 有分析认为事件最后处理结果还很难说 或许会像上次习近平出访非洲那次 批示要严肃处理假疫苗案 最后不过是抓了一个制药厂总经理 但习近平的批示当中或许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意思 也就是要透过这件事的处理强化自己的威慑力 根据法广报导 习近平年初已经向官员们发出警告 要当心七个重大风险 这是他上台以来第一次提出这么多风险 显然是意识到中共正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当中 没想到两会刚结束 正前往欧洲访问 国内就传出化工厂大爆炸的消息 习近平的反应 官员们自然最明白 化工厂从人口稠密的市中心迁出去 已经喊了20年 还没有具体作为 眼下最要紧的只好先表态 中共执法委公众号长安建 这次表现十分义愤填膺 直批这起爆炸案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并接着说明这起爆炸事故就是形式主义在作祟 上午开会培训下午发生爆炸 批评用语相当严厉 而且集中要害 仔细分辨其中话语反映的更是全中国的问题 不只是响水县的官员们 连高级官员也被习近平指责无所作为 也难怪各地官员们不安全感齐发 就害怕丢掉乌沙帽 事发后江苏省委书记楼勤俭 省长吴振龙到一线指挥 这位省委书记表示 事故必须调查不管涉及到谁 但新加坡联合晚报援引分析评论 江苏省高层难辞其咎 因为这次发生大爆炸的公司已是连续三年被罚 屡教不改 有人质疑从地方到中央各级 监管到底有没有在执行 香港苹果日报分析 这起事件是否会震荡江苏官场 特别是现任江苏省长吴振龙 并不是习家军出身 习近平是否会借题发挥换马 一人关注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各省大员预感形势不妙 赶紧表态 出示省份江苏自然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坚决防止重大事故 维护稳定 同一天 河北 辽宁 黑龙江 上海 山东 重庆等 也紧急部署危险化学品生产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其中讲的最夸张的可能要数青海省 提到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和李克强 重要批示指示精神 坚决防范重大社会影响事故 而对一般民众来说 最重要的目过于 这起让老百姓赔命的事件 最后会不会又像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走过场 也就是最高层嘴上所说的刑事主义 可想而知的是 老百姓对当官的是越来越不敢指望了 美中贸易谈判继续进行 美国白宫23日透过声明表示 新一轮贸易谈判3月28日将在北京举行 白宫将派出高级代表团前往 与中方进行第八轮贸易谈判 而以中国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方贸易代表团 则将在4月3日前往华盛顿 出席第九轮的贸易会谈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23日宣布 按照美国总统川普的指示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即将前往北京和中方进行贸易磋商 双方将继续针对改善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 进行协商 美国贸易代表团当中也包括 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等 以及其他贸易代表办公室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 川普22日表示 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双方似乎可能达成一项最终协议 他这周稍早时也指出 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保持对中国进口商品追加关税 与确保中国遵守未来可能达成的协议 有评论以此认为 川普政府正在推动与北京达成更强硬的贸易协议 同时有报道指出 白宫官员预计双方可能在4月中下旬完成贸易谈判 达成一项协议 白宫希望以关税手段施压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公平贸易手段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最近在国会作证时表示 长期以来各种做法都没有能让中国改变贸易行为 他因此认为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大规模征收关税 能迫使北京做出根本性改变 然而有分析认为 这可能为协议能否达成增填变数 或是进一步拖长了贸易谈判的时程 还可能冲击川普角逐连任总统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盟同意战时的延后脱欧期限 但是英国国内已经涌现了不愿意脱欧的声音 在国会两度的驳回首相梅伊的脱欧协议过后 英国民众选择在3月23日走上了街头 要求再一次的举行英国脱欧公投 反对退出欧盟的英国民众聚集在伦敦市中心游行 诉求举行第二次的脱欧公投 抗议民众 有的忧心下一代 活在没有办法自由出入欧盟国家的环境 会丧失便利和竞争力 因此选择走上了街头 也有民众在上次公投时 排复到法定的投票年龄 因此希望能够有再一次公投的机会 扭转英国国欧的命运 本次游行包括了工党籍的伦敦市长沙迪克汉 率领游行开头 工党义务华森 苏格兰首席大臣施特金等人 也都在集会上致辞 权力游戏冰与火之歌的女星 莲娜海地 主持人温克曼等名人 也出现在了游行队伍之中 主办方表示 参与的民众超过了百万人 虽然具体的人数难以计算 但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如果确实有超过了百万人参加 那就和2003年呼吁停止出兵 伊拉克的反战游行打平 都会是21世纪最多人参与的游行 而英国首相梅伊昨天才暗示 他两度地遭到国会否决脱欧协议 如果没有足够的支持 下周可能就不会再次送请国会第三度表决 根据欧盟提出的条件 如果国会没有通过脱欧协议 英国必须在4月12日之前 提出下一步的计划 在此同时 英国国会网站已经有430万人联署要求 撤回李斯本条约第50条 取消脱欧 但是 梅伊曾经表示 他不会赞同撤回李斯本条约第50条 不赞成推翻第一次公投的结果 认为那会代表民主的挫败 民进电视记者李沁衣 整理报道 英国的新旗泰晤士报日前报道 英国首相梅伊的内阁部长 将会在未来10天内逼宫 要求首相下台 梅伊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后上任 但是 在去年11月和欧盟敲定的脱欧方案 遭到了英国议员强烈的反对 更是被国会两度的否决 新旗泰晤士报 引述了11位不具名的高官报道 这11位高官都认为梅伊应该要下台 他们说梅伊的判断力出了问题 而且越来越令人不快 又喜怒无常 其中的一位官员表示 结束的日子快到了 他会在10天内走人 另外一位不具名的官员则表示 他的判断力开始出了问题 你不能够当个纸把头 埋在沙堆里的阁源 新旗泰晤士报报道 梅伊目前实质上的副手李登顿 将会是临时首相的竞争者之一 但是也有人力拱环境大臣 葛夫或外务大臣韩特接任 新旗泰晤士报表示 内阁会在25日逼宫没医 如果他拒绝下台 大臣们就会扬言辞职 而欧盟成员国领袖 21日才在布鲁塞尔峰会上 讨论了7个多小时 就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 给出了两个选择 如果英国议会下院 下周能够通过脱欧协议 欧盟将会允许脱欧的期限 延到5月22日 即欧洲峰会选举 也就是欧洲议会选举的前一天 如果下周未能通过协议 则英国必须要在4月12日前 再做出新的抉择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 这一个新的抉择 可能是批准协议 也可能是无协议 或是继续延期 甚至撤销脱欧 在欧盟领袖晚宴中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梅伊有9成5的可能性回输 而图斯克则直接地表示 梅伊恐怕百分之百回输 如果梅伊最终真的辞去了 英国首相一职 那么英国脱欧协议 将会面临更大幅度的变动 而从欧盟方面给出的选择 也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做好了 应对各种可能性的准备 明镜电视记者 李沁瑜整体报道 热带气旋一带在上周肆虐了非洲南部 引发洪患 目前造成了至少有732人丧命 以及数以千计的灾民 仍受困于淹水地区 只能够在屋顶以及树上等待援助 目前伤亡人数仍然持续地盘升当中 热带气旋一带在上周四 侵袭了非洲南部 莫三比克总理提前地结束访外行程 赶回国指挥救灾 他搭乘直升机 视察灾情最惨的第四大城贝拉后 坦言道 可能有多达上千人死亡 可能会成为莫三比克数十年来最惨的风灾 除了莫三比克之外 目前热带气旋也造成了辛巴威至少259人死亡 马拉威则有92万人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欧洲太空总署公布的卫星照片中显示 莫三比克的布奇河因为这个热带气旋的豪雨而暴涨 河水泛滥 河水泛滥成长约125公里 宽25公里 升11公尺的湖国 民间救援组织南非救援 在一带登陆后 第一时间的前往布奇河沿岸协助救灾 他们表示 洪水在一天之内就淹没了许多沿岸的村落 从直升机往下看只能够看到树梢 南非救援特劳尔说 他从来没有看过河水暴涨这么的快 所有的人为了躲避洪水都爬在树上 妇女们慌忙地把小孩抱给我们 但是当我们隔天返回原地时 整个村落都被洪水淹没了 只能够看到树梢 五国界医生组织也被迫中断在当地的医疗业务 红十字会人员形容贝拉的灾情害人 联合国也警告 水灾恐怕会重创作物的收成 加剧缺乏粮食的危机 联合国也发布了警告 表示将会有更多的人受害 呼吁各界协助莫三比克 现在援助机构也正忙于救助成千上万的灾民 这一次的热带气旋一带 所带来的灾害 可能是非洲南部有史以来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次 明镜电视记者李潜瑜整理报道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去年12月被加拿大政府拘留以后 家中关系持续恶化 而中国为了报复先是在今年1月把在中国贩毒的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该判死刑 接着又以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安为理由 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以及商人史派佛 而中国海关总署最近也取消加国农业公司的借花种子进口许可 种种报复行为之下 加拿大前驻中国大使赵普 22日建议沃泰华政府采取报复行动 把正在加拿大备战2022北京冬奥的中国运动员驱逐出境 曾和康明凯共事过的赵普呼吁加拿大政府硬起来 并指出在贸易方面加拿大正损失数十亿的家园 现在正是时候展示加拿大的不满了 根据了解中国是加拿大借花种子的主要市场 每年出口价值约21亿美元的借花种子到中国 占总出口量的40% 中国海关总署声称 加拿大的借花子卧物中验出多种有害生物 因此下令全面停止交易 不过且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马大为认为 北京进来的一连串行动与孟晚舟被拘留仪式绝对有关 美国政府开始回堵华为以来 华为也强化了在当地的公关公事 根据美国之音 美国华为公司高薪聘请两家美国公关公司 为挽回华为的形象展开公关游说并提供法律服务 这也是美国公司首次在联邦司法部登记为华为的海外代理 根据了解这两家公司分别是瑞斯伯多和科恩沃尔夫 后者将和商业伙伴媒体影响人士和关键舆论领袖合作 改善华为在美国的声誉 瑞斯伯多的任务则是访问分析人士影响人士和媒体 就客户立场起草针对政策制定人立法议员的教育内容 但不与政府官员直接接触 华为海外争议的关键在于公司是否听命于中国政府 反映政治中心指出两家美国公司的注册并没有暗示华为 受到中国政府的直接控制 两家公关公司同时表示已经要求华为证实 华为不受到外国政府的监督 没有外国政府的股份 不存在外国政府的资助控制或是补贴等 但还没有获得证实 意大利当地时间3月23日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网络 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签署这项倡议的成员 同时中国和意大利的企业3月23日也签署了多项协议 包括能源钢铁和天然气管道等行业 意大利政府消息来源指出 两国经贸合作协议总金额可能高达200亿欧元 但意大利媒体报道 总金额大约在51欧元左右 习近平正在对意大利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同一时间法国德国和欧盟领导人 正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峰会 试图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联盟 和美国紧缩的动荡时代找到方向并维持实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五表示 中国在利用欧洲的分歧 面对中国欧盟必须觉醒 但有分析认为 欧洲要暂时阻止中国的分化 说的恐怕比做的容易 习近平访问欧洲之际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多数欧洲人并不信任习近平 有能力正确处理国际事务 并依然赞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 22日公布去年春天在欧洲十国进行的民意调查 在问到你是否信任习近平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问题时 接受调查的西班牙民众有79%回答不信任 法国接受调查民众69%不信任 意大利则是64% 而在英国受访者信任和不信任的比例持平都是49% 在回答美国和中国究竟谁是世界首要经济强国时 民调比例相对接近 瑞典荷兰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受访民众多数认为中国是首要经济强国 波兰法国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受访民众则认为是美国 其中认为是中国的比例在德国最高有53% 认为是美国的比例在匈牙利最高有52% 不过在回答哪个国家作为首要经济强国对世界更好 民调的比例出现拉大 大多数民众认为美国作为首要经济强国会对世界更好 这个比例在瑞典受访者高达76% 荷兰71% 英国67% 法国65% 德国58% 认为中国作为首要经济强国对世界更好的比例最高不超过26% 分别是西班牙和希腊 研究中心指出 这十个欧洲国家2005年以来都接受过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 其中又以英国高居榜售达到850亿美元 法国和意大利其次 然而这十个国家30%的民众依然认为 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威胁 再看到中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高喊扩大开放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示 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 真诚希望扩大进口 并指出为了将持续缩减贸易负面清单 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 中央社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韩正今天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上 重申经济政策方向 他表示全中国的负面清单和自贸区的清单越来越接近 今年自贸区的成功经验将继续在全国进一步推广 中国还将对全国的负面清单 和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进一步压缩 韩正表示中国已经深刻体认到 要实现自身发展必须全面扩大开放 并表示目前中国已经推出一系列的重大开放措施 下一步将继续缩减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 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读资 最后看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指出 为了进入美国名校 大批中国学生不惜花大钱 在硬考和入学申请等方面走侧门涉嫌舞弊 报道指出随着美国大学中国学生人数越来越多 中国学生涉及的考试舞弊行为也在增加 就在上周有五名加州居民被逮捕 罪名是代替四十多名中国学生参加英语考试 帮助他们获得来美国的学生签证 一个涉及此类舞弊操作的人 在波士顿一家联邦法庭出庭时表示 为了保证进入美国名校 他为国际学生开了侧门 所谓的侧门包括与中国境内的人进行代理合作 瞄准急于把子女送进美国名校的中国有钱家长 报道指出一名中国学生的家长付了9万美元 聘请一名辅导代理 代理保证申请会被排名前60的美国大学的三到五所录取 根据了解这类辅导公司目前在中国就有几百家 在2016年价值就高达39亿美元 不过报道也特别强调 很多中国学生都是透过自己勤奋努力争取来美国就读 申请辅导也不一定表示学生就没有能力独立申请 但中国学生来美国就读的商业辅导确实存在欺诈行为 值得关注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北京大手笔购买30万吨美国玉米 据美国农业部3月22号公布的消息说 美国向中国出售了30万吨玉米 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进行五年半以来最大一笔美国玉米的采购 也是中美贸易战期间罕见的玉米销售 据报道一名玉米交易员表示 这批玉米将在4月到7月间发货 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 这次交易是中国自2013年10月以来从美国进行的最大玉米采购 在周五宣布之前 中国政府仅承诺购买了16万多吨的美国玉米 报道称自去年夏天以来 两国遵风相对的对彼此的商品加征关税 这场激烈的贸易战扰乱了大宗商品市场 改变了全球的贸易流动 自去年12月以来 华盛顿和北京一直在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据报道 自3月11号以来 美国农业部在其每天的报告系统当中 从未报道过对中国的任何形式的销售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 可能会达成最终协议 川普政府的一名官员周二的时候表示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计划在下周前往中国 与中国副总理刘克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北京为台湾一人定认证指标 中共共情团中央 22号上午的时候发文强调 台湾任何党派团体 个人无论过去主张什么 只要承认九二共识 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不搞两面三刀 大陆都愿意与其交往 该官方机构还配图呼吁中国人要帮中国人 被视为呼应公开自称是中国人的台湾艺人欧阳娜娜 据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共官媒环球网今天也刊出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署名评论文章声援欧阳娜娜 文章呼吁大陆民众 由于台湾问题复杂敏感 在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需要更多一份理性的客观 尽量的避免在没有充分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 武断的给台湾艺人扣帽子 据报道台湾艺人欧阳娜娜 近日遭到了中国网民的点名 被传将被中国封杀 而此番的表态显示 中国官方似乎无意封杀欧阳娜娜 孟晚舟被揭示苹果粉 让爱国者情何以堪 据《苹果日报》3月23号引述美国媒体的报道说 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孟晚舟去年12月 在加拿大被捕 随后孟晚舟被捕的事件 在中国引发了爱国浪潮 大买华为产品 近日有庭审的文件显示 孟晚舟原来是一名苹果粉 孟晚舟被捕的时候 身上的iPhone等一系列苹果产品被没收 另外据报道说 华为在去年农历除夕 透过推特发布了新年祝福 贴文却显示是来自苹果手机 华为对员工使用苹果产品 一向相当的敏感 因此两位负责人的个人职级 因此降了一级 同时各被扣了金水5000元人民币 不过此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 华为方面的回应或者驳斥 韩国瑜访问香港会见中联办主任 被批助纣为虐 台湾政坛人气王国民党籍的高雄市长 韩国瑜22号访问香港 获得了高规格的接待 港府出动了多个高官来会见 叫马英九当初访问香港的时候 要更为的隆重 然而韩国瑜当天晚上进入了北京 驻香港的最高机构中联办 与主任王志明会面 却遭到了香港民主 还批评是助纣为虐 指韩国瑜是迎合中共的统战 台湾终招损失 据法管的报道说 韩国瑜这次访问香港受到了重视 相信与北京对台湾目前政局之策略有关 根据台湾多个民调显示 韩国瑜如果参选下届总统 除了可以击败国民党内的其他的角逐者 和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之外 甚至还可以力压民进党的赖清德 和现任的总统蔡英文 韩国瑜的动向不但关系到下一届台湾总统的宝座 还涉及到了两岸关系的进退 马克龙说欧盟要攥紧拳头警惕中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即将接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之前表示 在与中国的关系上 欧盟天真的时代结束了 马克龙周四的时候在参加欧盟峰会前 与欧洲的领袖交流时称赞 欧盟不久前制定的针对中国的十点行动计划 这一计划清醒的指出 中国既是欧盟的合作者 同时也是竞争者 欧盟将强化一系列相关的监督机制 在5G网络建设问题上 欧盟更是不指名的针对华为发出了警告 据法国的报道说 3月22号 欧盟领袖决定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战略 其具体方案是在公共市场准入 寻求新的对等规则 以及强化外国在欧洲境内的战略投资的监督 马克龙再度的发表声明表示 这一点欧美有共识 中国可以在西方不受限制的自由投资 但西方也要以对等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市场 马克龙为什么把习近平对法国的国事访问 几乎转化成为了一个习近平与欧洲轴心国领袖的对谈呢 原因在于 面对中国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单枪匹马的行动 都是势单力薄的 欧盟只有攥紧了拳头才能够形成力量 巴德生 法国的战略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在欧洲层面采取共同的对华战略 另外一个层面是 马克龙试图的说服中国真正的 嵌入国际多边主义 而不止是在座椅上说说而已 马克龙试图的说服中国真正的 字幕君 listeners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的明镜人物节目 今天跟大家讲述一下正在发生的中国的一些人事变化 早一段时间 上海市的常务副市长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拙拨调任了辽宁省的专制省委副书记 大家都知道 来自于上海 以他的自力 以他的能力 专制的省委副书记不应该是他政治前头的终点 但是他会担任什么职务呢? 辽宁省省长? 还是辽宁省委书记呢? 现在的辽宁省省长唐一军 来自于芝江新军 但是他担任省长的职务 时间也不是那么长 最近几年 他属于提拨比较快的一个干部 而周波呢 早几年 由于吃了一顿不应该吃的饭 受到了党籍区分 但是现在啊 习近平改变策略 对于那些过去犯了一些错误的同志 还是要重新使用 如果他纠正错误了 或者情况不是那么严重 周波就属于其中人之一 现在的省委书记 陈秋华 1954年12月审 他离正审 正部的这个 退休的年龄 还有那么几个月时间 所以中央已经在考虑 谁来担任辽宁省委书记 如果是唐一军当辽宁省委书记 那周波很有可能就担任 辽宁省省长 现在还不能最好地确定 但是呢 有一些省委书记 年龄已经过了线 比如说像 云南省委书记陈豪 1954年是二月审还是三月审 所以现在的昆明 云南省委的班子的 云南省政府的官员们 或者是商界的人士都在议论 谁来接云南省委书记呢 大家最开始说 阮城华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阮城华现在是 这个 云南省省长 曾经担任过武汉市委书记 他是武汉大学毕业的 应该是 那么长期在湖北工作 那么曾经在湖北 担任过省委书记 对于震生当然非常尝识他 所以呢 在于震生作为政治局常委 分管 云南这一片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他代表政治局常委 来出席云南代表团的工作 也就是说他对云南省的人士 有很大的发展的权力 所以当时候 阮城华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调到了云南 最后面成为了云南省省长 但是这个省长经常念作别字 所以被网上嘲笑 其实他在武汉别人也给了一个外号 要软 惩罚 使劲挖 就是挖地 拆房子 有他的一套 那么他在云南 到处发誓 到处讲狠话 要整中云南的云南的旅游状况 混乱的状况等等等等 但是官做了一段时间 以后预计就没那么重了 但是现在于震生已经退休了 他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把阮城华送上这个省委书记任上呢 这个职位上呢 其实现在的省委书记陈豪 也是跟余正生有一些关系 陈豪也是上海出来的这么一个官员 他曾经是谁的大官家 黄菊 上海市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黄菊的大官家 他是上海市委秘书长 后来又是陈良宇 当市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时候的大官家 上海市委书记 陈良宇一出事 他也受到波及 被贬到了上海的总工会担任主席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职位 对他的调查了解呢 没有发现他跟陈良宇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所以后来就调升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当了书记区第一书记 然后最终那个任上调到云南 现在是云南王 但是时间也差不多了 年龄也差不多了 没有更大的竞争空间 看中央给他人大政协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所以陈良宇现在来的接任者 是阮川花的可能性大 还是有没有其他人呢 最近呢 有了一个新的版本 所以陈秋发呀 他的后台呀 余正生呢 退下去了 现在是新的筹带了 陈秋发有可能要么到外省去 要么原地再踏步一下 调一个外省的人来担任云南省委书记 这个人就叫尹丽 尹丽是什么人呢 山东人 当我80年代初期去山东医学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引力是山东医学院还是叫医科大学的医学系的学生 他在那里读了几年以后 去留学了 留学是哪个国家 苏联 回来以后 本来就想当一个老师 但是呢 他也有一种志向 就是说 当一个老师也好 当一个医生也好 智的人太傻 所以他的管理能力 他的才干 当时在学校就比较突取 学校中央要用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物 叫袁木 袁木 网上对于他的谣言非常之多 谣言谣到什么地方 谣到美国的巨华大使李建民的回忆录 都把那个谣言变成正的写到了他的书里面去 说袁木在六四以后 他的女儿去了美国的巨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美国的亲战官一看 哇 你怎么袁木的女儿来申请呢 因为袁木是出名昭剧的 六四的一个主要的鼓吹者 六四镇压的一个主要的鼓吹者 当时还是作为国务院法理人 国务院研究师主任 所以 他的女儿去留学 他简直觉得很敬仰 其实呢 袁木根本没有女儿 袁木只有两个儿子 对吧 这个我在之前 早一段时间袁木的去世以后 我做的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 但是这样一种谣传 你说堂堂的 美国巨中国大使馆 而且引述他的大使馆的人的说法 来作为他的回忆录 本来应该有很大的可信度 结果 根本就是一个乌龙 所以网上传的消息也好 书本上的回忆录也好 关于这种人的故事 大家总得要做一些多方的印证 袁木死了 很多人觉得很可惜 没有把他送上审判台 但是袁木当年 到山东医科大学医学院实察工作的时候 就发现了盈利 然后就把盈利 破格调到了国务院研究室 从研究室里面 然后一个一个的这样 级别上来 后来成为了卫生部的最年轻的副部长 而且表现特别的突出 所以今天就爬到了四川省省长这个任上 以他的年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961年生 还是62年生 61年生吧 应该是 那么他要 这一次他成为四川省省长一段时间以后 这一次调任某个省的省委书记 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他和阮成发这两个人 谁会成为云南省委书记呢 那就要等待中左部的正式的任命 那假如是引力到云南当省委书记 那四川省这么一个大省的省长 谁来担任省长呢 今天明镜火拍节目 明镜电视的明镜要报节目 引述了香港明报的报道 香港明报的这个消息就是说 很有可能担任四川省省长的职务的人 叫许甘露 讲到许甘露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名字 因为在一段时间 经常会提到这样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 兼国家移民局的局长 徐甘露 当年在习近平在厦门当副市长的时候 他是下面的一个区的公安分局的局长 后来一步一步爬升 爬升到了公安部的驱警管理局当局长 但是在这个时候 厦门的远华案爆发了 那张新的远华案爆发了 许甘露作为一个在厦门的公安工作这么长时间的公安人员 当时候 这个福建省的公安系统 受于一个重灾区 许甘露一度被双归 所以在97年之前后 他曾经是比较有名的 在香港的过度回归里面 就处境管理问题 跟香港的警戒有很多的交流 但是后来消失应急了 因为他被双归了 被双归以后 认为他这辈子是完了 没想到查了一段时间 没有查出问题 经受了 这种审问 但是后来在公安部 一直也这么混下去 一直到了王小洪 前后 调到河南省前后 王小洪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公安部的 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 是习近平在政策系统最辛烂的人物 王小洪 从调到河南当政策委书记的时候 那个前后 许甘露到了河南省当副省长 所以两个福建同志 在那个时候 垫垫了非常好的友谅 更进一步垫垫的友谅 所以王小洪后来从北京市公安局长任上 调到公安部的时候 这个前后 许甘露也是成为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 这样使王小洪在公安部最开始的工作 有了一个监视的支持者 当然 福建的人在公安部已经很多了 不止是许甘露的一个 现在王小洪已经基本上熟悉了公安部的日常工作 他的能力 他的魄力 魄力 已经得到了公安部上下的一种认可 权力已经稳定 所以在这个时候 许甘露就要到另外的地方去历练了 而且四川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事情 尤其是成都其中十年学校所发生的事情 可能引发了 习近平或者是其他人 对四川人士的一个思考 现在的省委书记彭清华 从广西调过去的 之前是香港中联办的主任 他有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和能力 来管制四川 大家都知道 四川是中国 动动方面 从历史上来讲 最需要防备的一个省会 所以呢 也许是这个因素 习近平动了脑子 要把许甘露这样一个公安大员 调去担任四川省省长 而他现在的 这样一个国家移民局的局长 由陈定武来担任 而这个陈定武 跟这个习近平 也是老相识 属于习近平的老部下 他曾经是在 福建的一个郊区的边方支队当队长 后来调到前州 当支队队长 然后又调到 福建省 这个公安的边方支队 边方总队吧 支队还是总队 边方总队 担任参谋长 在这个时候 他作为中国的维护部队的其中一支 到了海地 担任维护警队的政委 因为有了这个力量 就去了广西 公安边方支队担任队长 然后又调到新疆 从新疆又调到云南 都是在公安的边方支队 然后再调到公安部的边方局 现在是边方局局长 那么他实际上属于武警军衔 武警系统 公安边方系统 边检系统 在过去这些年 从体制上就非常的混乱 大家一般人都不是很明白 这个公安的边方体系 穿的是武警的服装 但是他跟独立的军队体系的武警 又有很大的差别 他本身不属于武警那个系列去管 他而是属于公安系统管 所以他叫公安部边方管理局 地方上叫某个省某个厅的下面所建立的 某个省的叫做公安边方总队 然后下面就是支队 支队下面是分队 是这么一种 支队下面是大队 大队下面是分队 是这么一种体制 他属于公安部的一个直搜系统 现在的这个 几个系统就并在一起了 除了边防的 公安边防的这个 部队 还有边检系统 这个是属于武警的 然后公安部原来的处境管理局 这几大系统现在并为国家移民管理局 他也属于公安部的一个部门 但是对未来呢 又叫国家移民局 现在如果成立了我 去担任这个局长 那就是呢 他实际上也属于 区域警管理局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一个是我刚才讲的 原来的公安部的处境管理局 原来武警的边防检查系统 检查系统 一个是公安部的 边防部的 边防局在公安部 所以这几个主要的力量 总会成为国家移民局 所以陈定武 听说如果是引力去荣南当了省委书记 许甘露就有可能去四川省当省长 而陈定武 他也是福建人 那么就成为了新的 国家移民局的局长 这些到目前为止 还只是昆明的 官场的说法 只是香港明报的一个报道 或者是北京 精英分子圈子所流传的说法 不管未来的消息 是不是得到印证 官方的消息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 在这些人物做了一个 背景的介绍和分析 好了 谢谢大家 中国的官场的大小事 明镜核拍都是随随随 随时的盯住 进行及时的报道和分析 请在YouTube上面 定告明镜核拍节目 谢谢大家 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 脸书 facebook.com 为了一个一个的国际会议 中共尽心的准备 全国之力 在杭州 在青岛 在上海 在北京 在很多的城市 都在开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 中共激进奢华 希望讨到全世界这些权贵们的欢心 中共也由此而感觉到 自己成为了国际社会最有力量的一个国家 甚至中国的领导人还有一点万国来朝的感觉 但是这个日子好像不是那么持久 是因为中国现在国库空虚了 虽然它仍然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 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 似乎不允许它那么说话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随着中国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 跟国际社会的冲突 也就增加了 中国在这个时候 也不太愿意委屈求钱 所以有一些会 在中国就开不了了 纽约市长彭博 他曾经想弄一个论坛 和这个瑞士的达沃斯论坛 比试比试 结果中共觉得太麻烦了 这样的话会得罪很多人 也会得罪一些国家 所以别到北京开了 这个会就只好到了新加坡开 而有一些会 已经确定在中国境内开了 但是由于产生冲突 结果会也开不了了 今天 美洲开放银行 就把一个原来定在3月26号到30号 在中国四川成都召开的美洲开放银行的年会 取消了 今天他们在华盛顿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美洲开放银行 美洲开放银行 由48个成员国组成 早几天 美国就发出一个警报 说你们应该给予了越拉的瓜伊多临时总统的特别代表 瓜伊多的特别代表 是临时找了一个大学学者 是哈佛大学的叫豪斯曼 由他作为瓜伊多的代表来参加美洲开放银行 中国是承认马杜罗的 怎么能让瓜伊多的人参加呢 所以中国就说不行 后来跟美国做了一个商量 跟开放银行做一个商量 中国说那算了 两边都不请 见不请马杜罗也不请瓜伊多 但是呢 美国不干 美洲开放银行 48个成员国 他们所形成的开放银行的执行董事会 今天也作出一个决定 不干 所以呢 这样一个原来成都进行了 进行准备的美洲开放银行的年会 就这么流产了 这个事情呢 涉及到几个层次 第一个 就是美国的 委内瑞拉的这个政策 确实操作的可以 匆匆忙忙地承认了 瓜伊多为这个 委内瑞拉的这个临时总统 是因为在美国看起来 在很多的民主国家看起来 马杜罗连任 原来瑞拉的这个总统的选举 是不合法的 是有问题的 承认一个总统不合法 由这个国家令型 产生出合法的总统 那么 国际社会再来去认定 还是不认定 但是美国没有走这个程序 就希望承认瓜伊多 然后24小时 马杜罗政策就垮台了 没想到马杜罗 从1月份 瓜伊多宣布临时总统开始 到现在已经几个月过去了 还是在控制着原来瑞拉 他可能有所顾忌 不敢直接去抓瓜伊多 居然昨天把瓜伊多的幕僚党给抓了 美国现在是怎么办 很多的经济的措施 外界的措施已经使用的很多了 断了他们的财政的来源 因为原来瑞拉主要是石油在美国加工 美国不给加工了 而说把这个钱给瓜伊多 而不给马杜罗 而且美国现在也在威胁 印度去 马这个 原来瑞拉的石油 因为印度是 原来瑞拉的 满油的第一大国 但是马杜罗后面 不仅是有印度式满油 它更重要的是有几个满油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中国 俄罗斯在过去几个月表态比较强硬 比较坚定 支持马杜罗 对吧 现在有50多个国家 承认了瓜伊多 但是还有100多个国家 没有承认瓜伊多 而是承认了马杜罗 中国在这个事情 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 只想那个钱是不是打水漂了 没有想到有太多的政治味道 但是现在呢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又感觉到 醒过神来了 感觉到中美贸易谈判 不是说所有的旗子都在 川普那一边 波音制造的这个 飞机 连速的出事 给了中国一个机会 中国的经济现在又有一点 缓过气来了 中国现在进入欧洲 也有了一点明显的进步 尤其是打入了七大公共国之一的意大利 所以呢 最近的情况啊 中国有一点点 风头有了一点点转 而且美国的经济数据显示出来 过去了对中国的加税 并没有使美国的消费者得到好处 也未必使美国的经济得到多大的好处 美国的经济学家 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在美国的商界各个方面 都给川普总统有一些压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习近平好像感觉到 不像最开始那么紧张 最开始是积极紧张 所以胡金乱语 以牙还牙 后来发现 不能没有那么多牙 就开始进行谈判 进行妥协 现在的这个方案 基本上已经接近最后的方案了 但是原来计划的是 3月27号或者29号 两国元首见面 结果呢 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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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还不完全是因为 协议没有达成最后的共识 主要是因为川普 在何来的那种行为 把习近平吓坏了 习近平不愿意面对面 跟你最后敲定 他希望之前有刘鹤 他们要跑到美国来 原来希望在几个星期之内 达成这个协议 甚至希望在4月中旬 达成这个协议 那么达成协议以后 两个元首见面 但是现在双方还在扯皮 习近平希望去正式的国室访问 到安德罗空军基地 白宫南草坪 享受国宴 甚至还想去休斯顿 去重新表现当年郑小平 开启中美关系很重要的一个象征 一个牛仔帽 在对中 希望一直来继续中美 继续40周年 但是川普还是说 太繁琐了 而且现在 国内的反对力量这么大 何必搞那个国宴欢迎演示 反而引起很多的抗议 还是跑到我的度假村 亲身愚款 不需要搞那么多面子 但是中共的外交 现在要的就是面子 理智都是次要的 所以理智和面子 还在争 是去福利达 还是去华盛林DC 现在还没有人谈下来 但是现在很多网友和观众 好像已经对他们谈不谈 谈不谈得成功 好像兴趣都不大了 最开始对川普有很多浪漫期待的人 好像期待也没有那么高昂了 而且知道这个协议啊 是各方面看起来都各有利比 现在4月份见面 来不来得及 4月中生见还是4月下层见 都有各种各样的辩所 好了 这一个明镜焦点 就点到这个地方 随时跟大家报告 和分析全世界发生的各种大事 谢谢大家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明镜news.com 推特at明镜news 点书Facebook.com